儿媳妇,你快点回家吧,家里出大事了。 婆婆,我还有工作没做完,实在走不开啊。 你的工作哪有你小姑子重要,你快点回来吧。 小琴还没来得及拒绝,婆婆就挂了电话,小琴只好赶回家。 小琴,你总算回来了,一大家子都在等你,你赶紧拿个主意吧。 婆婆,到底出什么事了? 小丽之前不是出了个男朋友吗? 现在孩子都生了,可那个杀千刀的却不肯认下孩子。 这种事情应该找男方来处理,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。 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,我们全家人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 打墙抬手给了妹妹两巴掌。 你父亲走得早,我辛辛苦苦把你们两个养大, 不管我再苦再累,我都不舍得让你们受委屈, 更别提打你们了,现在你还打你妹妹, 这不是往我胸口捅刀子吗? 老话说长胸如腹,现在你妹妹受了委屈, 你不但不帮她,还要打她,你这不是想逼她死吗? 呃,大哥,我来找你,是因为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, 你不会丢下我一个人的,对吗? 你可是我的亲哥哥啊。 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? 如果连个争主都找不到,那我找谁算账呢? 小琴,你说这事该咋办? 婆婆,这事还得你说了算,毕竟你是一家之主。 无论如何,咱们一家人得团结起来, 紧要关头,不能成为别人的笑话, 现在小丽还没出月子, 咱们要照顾好她,别让她留下病根, 找孩子亲爸的事儿,以后再说。 本来想让小丽到我那儿去做月子, 到我那儿是郊区,买东西确实不方便, 再说了,你们来看小丽也不太方便, 所以我就想让小丽先在你家做月子, 我还能给你们做饭,这不是一举多得吗? 妈,我家空间小,住不了这么多人, 小丽睡不好,落下月子并可就亏大了。 我都想过了,让瑶瑶跟你们睡一间, 我跟小丽还有孩子睡一间。 不行,瑶瑶已经十二岁了, 她需要自己独立的房间。 这十二岁的小姑娘要什么独立房间, 她哪有我外孙金贵? 你不是说让我做家里的主吗? 婆婆,你别误会,我是让你在自己家做主。 儿子,你这媳妇怎么这么和我说话, 真是反了天了。 妈,小琴说得很对, 她是我家的女主人, 我家都是她说了算。 你们说破嘴巴都没用, 今天我们就算是打地铺也要住在这儿。 夫妻俩实在没招, 只好让老妈和妹妹住进了家里, 第二天早晨。 小琴,我要带宝宝, 你去多买点菜, 乌鸡和猪蹄一样不能少。 让我跑腿可以, 但是让我掏钱,我可没有。 你是几个意思, 难道买点小菜你都没钱吗? 你是故意的吧? 我当然是故意的, 当初我坐月子的时候, 你也是这么对待我的, 你忘了吗? 那时候你买包颜都要找我拿钱, 要买就赶紧拿钱, 不然你自己去。 婆婆气得满脸通红, 又无可奈何地掏了二百块给小琴, 到了晚上。 小琴, 你们能不能小声点? 我外孙刚睡着, 你们叽叽喳喳地把他吵醒了怎么办? 妈, 这可没办法, 我们的作息就是这样, 你要是受不了, 可以回家去住, 我不会拦着你。 婆婆, 小孩子是不怕吵的, 这可是你告诉我的, 当初摇摇四个月的时候, 你在客厅听黄梅戏, 孩子没法睡觉总是哭, 我和你沟通, 你说小孩子就该被吵一吵, 以后才不会那么矫情, 这些话难道你都忘了吗? 陈芝麻烂骨子的事情, 你怎么还记着?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爱记仇? 月子之仇不共戴天, 这点你不会不知道吧? 我每天晚上要给孩子换尿不喂奶, 白天还要给小丽煲汤, 你们下班回来还要折腾我, 万一哪天我真累倒了, 住医院的钱可给你们出。 妈, 你就别瞎捣乱了, 赶紧回家了, 这样对大家都好。 真后悔生了你这个白眼狼, 真是有了媳妇忘了娘, 真是造孽啊, 你给我等着瞧。 第二天, 婆婆带着小丽母子气冲冲地走了, 半年后, 女儿小丽独自离家出走了, 从此失去联系, 婆婆无法养活外孙, 便又想到了儿媳。 小秦啊, 好久不见, 我都想念我的瑶瑶孙女了, 我外孙也想救妈了, 你快来, 快抱抱我的大外孙, 跟他亲近亲近。 婆婆, 你是特意过来的吗? 我也是忙了一整天, 真的很累, 要不你就自己抱着孩子吧。 我是这么想的, 反正你和大强也没有儿子, 以后就把我外孙当成你们的孩子, 跟随你们生活, 这样既保全了小丽的名声, 又让你们儿女双全, 这简直太完美了。 婆婆, 我生不了二胎都全是你的功劳, 当年生瑶瑶, 大强又被派到外地回不来, 我当初要求的是医院破妇产, 可你为了节约钱, 偷偷改成了顺产, 害得我大出血, 没了生育能力, 你还敢说出这种话? 我叫你一生婆婆, 是给大强面子, 你别太过分了。 小琴, 你别生气嘛, 以前是妈做的不够好, 妈向你赔礼道歉,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, 不过这一次, 我真的是为了你好, 只要你同意收养我的外孙, 以后我来帮你带孩子, 家务我也全包了, 到时候遥遥有弟弟保护, 你还白捡了个儿子, 这样多好。 你这话真逗, 羊肉能贴到狗身上吗? 再说了, 小丽在外面风流犯的错, 凭什么让我来买单? 你当我是傻子吗? 我把所有的东西留给瑶瑶不乡吗? 为什么要找个外人给她添堵? 你别不是好歹, 瑶瑶以后肯定要嫁人的, 到时候让我的外孙给你养老送终不是挺好的吗? 孩子现在还小, 跟谁在一起就能跟谁亲, 以后他就是你的亲儿子, 他以后就是你们的靠山。 婆婆, 你们先自问, 你这么瞎说, 心真的不会痛吗? 你真的是为了我好吗? 你是没法收拾小丽这烂摊子, 才让我来背这个黑锅的, 对吧? 你别胡说八道, 不是你想的那样。 你还想狡辩, 小丽根本就没有男朋友, 那男的只不过就是她的金主罢了, 她从小就听你的那套, 觉得学习没用, 嫁得有钱人才有用, 所以她不想好好学习, 整天想着怎么勾引男人, 她今天这个样子都是你惯的, 你这是在助纣为灭? 你这是血口喷人, 小心我告你诽谤。 你以为做得天衣无缝, 但早已是公开的秘密, 你教唆小丽贩卖的事, 我和你儿子也知道了, 你真让人恶心, 小丽是你女儿, 不是挣钱的工具。 糗事被揭露出来, 婆婆恼羞成怒, 就要上去打小琴, 正好被下班回来的大强制止住了。 妈, 你究竟想干嘛? 小琴说的不假, 小丽已经被你带上不归之路, 你还要拆散我的家吗? 你们俩合伙欺负我, 我不想活了, 我今天就死在这儿给你看。 婆婆躺在地上撒泼, 婆婆, 既然你想死, 那就请你快点, 我家里可是装有监控的, 你不死我都看不起你, 等你咽了气, 我好给便宜馆打电话把你接走。 你, 你太卑鄙了。 婆婆没想到, 儿媳根本不怕自己的威胁, 马上老实了。 你给我等着, 这是没完? 说完, 婆婆带着孩子垂头丧气地走了, 母女犯下的错终就要自己去买单。